同样是竞赛杰安乡111年克宇文竞赛5号登场 总共有131位来自杰安乡各校的宇文精英选手来参赛 乡长游书真是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他表示语言的推广不仅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提供发展的舞台养成学习自信心也很重要 因此特别勉励孩子们发挥平时的高水准表现 享受竞赛过程中所带来的养分 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 竞赛一年一度的宇文竞赛7月5号 在乡公所清明堂和竞赛国小等7个会场同步举行 共有国中组、国小组分别进行演说、情境式演说、朗读、作文、写字、字音、字形等六大项目 涵盖了国语、闽南语、客语、阿美族语、泰鲁阁族语、布农族语、萨基拉雅族语 以及南王碑南语等多元的语系 乡长游淑珍特别在赛前到场为选手们交打气 我们今年的标准是採线级的标准 提早让孩子能够在线赛里面也能够适应学习 我相信每个孩子有个别的不同的能量跟能力 透过了学习、透过了舞台的一个展演 可以带来自己精湛的经验以外 也可以满足自己满满的收获还有成就感 吉安的孩子最棒 我们希望铺陈一个适性的教育在吉安 结合我们各个国中小来建立孩子 奠定孩子的学习能量以及自我的精彩 我们相信这一次的比赛是孩子满满收获 也是人生的经验 希望我们吉安相公所能够继续的为我们所有的孩子 铺陈一个健康多元学习勇敢的学习之路 无论是富有异扬顿挫及声音表情的演说朗读项目 或者是要全神贯注投入纸笔的作文写字项目 每一位选手都尽力展现出最佳表现 吉安相111年宇文竞赛成绩会公告在相公所的官方网站 颁奖典礼预计7月22号举行 而各个项目的优胜者也将披上战袍前进全线 为吉安相来争取荣耀 这里会吉安相报导